出身屏東阿里部落的盧凯族人罗中早与麦城山 早年因缘际会越过中央山脉 来到台东金峰湘的排官族部落生活 由于自身拥有木雕与陶翼等多项技能 不忍原住民的传统记忆逐渐消失 于是纷纷成立工作室 像能把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也开启了金峰湘的艺术气息 这座兄弟之琴 还有象征婆媳传承的木雕作品 唯唯诉说着 盧凯族部落浓厚的家庭概念 我妈妈说以前我的装扮就是如此的 是这样帮你带大的 当她生日的时候就献上这个 她哭得掉一个烈刀 经常说你才是我真的的宝贝加油吧 六十年前 罗中早家族移居台东金峰湘 数十年生活下来 盧凯和排湾两个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 都反映在罗中早的作品里 所以我先把我们的主题 我们是盧凯族百合花的象征 长在台湾族的百步省的首富省 就结合为排鲁的生命公共体 另一位陶艺家麦成山 教职退休后也从阿里部落来到金峰定居 以陶艺创作为主 拿手作品《公母翁》 曾经荣获行政院原住民新传奖 最尊贵的这个陶翁就是公母翁 又是一些灵形的造型 这个是属头目的装属的一个陶翁 是代表到的权力跟地位财富 拥有这个 这是我们所谓部落里面真正的头目 深知陶翁上的图腾都有其特殊意义 麦成山就想借着陶翁的制作过程 来传承原住民的文化 艺术家们用木雕及陶翼 写下部落的历史 也串联了部落古老的文化与信仰 新唐人的电视 廖立芬 林金云 台湾台东报导